一个街头流浪的少年 如何成为史上最成功的骗子 凭借江湖把戏 竟然把富豪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就是世纪大骗子维克多拉斯蒂格 一生中至少使用了45个不同的化名来掩盖自己的踪迹 维克多的童年在贫困中度过 8岁时父母离婚 他被送到亲戚家生活 12岁时维克多决定离开家 开始在欧洲的街头流浪 通过偷窃和乞讨维持生计 13岁后从简单的偷窃升级到入室抢劫 并学习各种魔术技巧 成为一个手法高超的高手 开始各种欺诈 尽管多次在布达佩斯 布拉格 苏黎士和维也纳的监狱中服刑 但短暂的监禁并未挫败他的斗志 更是利用这段时间提升魔术记忆并阅读书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维克多搭上一艘船前往美国寻求发财之路 此时的他认为跨大西洋的蒸汽船是行片的理想场所 一等舱的甲板上聚集着许多富有的乘客 他可以轻松接近他们并寻找欺骗的机会 从此开始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行片 其中一个常用的伎俩是伪装成成功的音乐制作员 寻找投资百老汇制作的资金 而他最著名的骗局之一是魔法前乡 先让纽约的一位能工巧匠制作一种复杂的木盒 配有黄铜装饰和一系列旋钮 声称这个盒子可以复制钞票 只需放入一张真实的100美元钞票和一张空白纸 转动驱饼等待6小时 机器就会打印出一张新的100美元钞票 为了增加说服力 维克多特意从银行取出一批全新的100美元钞票 这些钞票的序列号是连续的 只需更改序列号的最后一位数字 就能制造出一叠看似相同的100美元钞票 在展示时 维克多会假装勉强答应让他们见识机器的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卖出了许多魔法前乡 美台售价高达数万美元 受害者通常会去银行验证这些钞票 而银行确认这些确实是真钞后 受害者便彻底相信了维克多的骗局 由于每台机器需要6小时才能打印一张钞票 维克多有足够时间在受害者发现被骗之前逃之夭夭 受害者因为购买了伪造的印钞机而不敢报警 大多数人只能默默接受被骗的事实 这些行骗方式对维克多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接下来的骗局才算得上最成功的 他竟然两次卖掉埃菲尔铁塔 世纪大骗子是如何设计这个晶片骗局的 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能让那些聪明的商人甘愿掏出巨款 1925年5月维克多翻阅报纸时 一篇新闻报道引起他的注意 内容是埃菲尔铁塔年久失修 修复费用高于拆除成本 埃菲尔铁塔鉴于1889年 为巴黎市不会而造 原计划20年后拆除 然而到1909年巴黎市民已习惯了这一地标 因此保留了下来 到了1925年铁塔已破败不堪 关于拆除的讨论再次浮现 看到这个消息 维克多灵机一动 脑中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就是要把埃菲尔铁塔卖掉 说干就干 随后紧急飞往巴黎 开始策划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他先是利用在犯罪圈的广泛人脉 搞到了伪造的法国邮店部信件和相关证件 该部门正好负责管理埃菲尔铁塔 然后假扮成政府官员 在巴黎一家豪华酒店订了房间 并向六家最大的废品商发出邀请信 约他们到酒店讨论一件不能公开的私密事物 当商人们齐聚酒店房间时 维克多用流利的法语发表了一篇精心准备的演讲 声称政府决定拆除埃菲尔铁塔 但为避免公众激烈反应暂不公开此消息 又详细地介绍了铁塔的尺寸 结构 以及拆除后可获得的7000吨高质量可归收体 这品商们被他的专业与权威所折服 纷纷提交密封投标书 而维克多的目标早已锁定了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也急于通过这笔交易提升公司地位 随后维克多邀请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单独谈话 暗示他需要一笔好处 不出所料 这家公司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张巨额支票 认为维克多是个贪腐的官员 交易完成后 维克多立刻兑现支票 搭乘首班火车前往奥地利 并认为自己策划了一场完美的骗局 几周后维克多发现这家公司处于羞耻和尴尬 未将被骗的事情公开 这给了维克多另一个灵感 他可以再次设计这一骗局 几个月后他重返巴黎 对不同的废品商重复了这一骗局 再次带着丰厚的支票离开 然而这次的目标报警了 维克多认为不宜冒险 再次返回了美国 他这次回去后做的事更让人震惊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两次成功卖掉埃菲尔铁塔 差点让美国的经济破产 他是怎样做到史上最狡猾的骗子 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尽管维克多当时已是富甲一方 但回到美国后 并未有丝毫停歇的打算 当时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 他发现高额回报的机会越来越少 被迫又回到伪造钞票的老路上 不过这次他的野心更大 1930年他和药剂世间雕刻师威廉沃茨合作 开始了新的伪钞计划 他们伪造的百元钞票质量极高 被称为当时的超级钞票 维克多和沃茨伪造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假钞 这些假钞在市场上流通 动摇了公众对美元的信任 甚至威胁到美国经济的根基 1934年特勤局和财政部组建特别小组 专门追捕维克多 1935年5月有人向当局报告了维克多的伪钞据点 5月10日警方截获了一通电话 得知维克多将会出现在那里 并成功逮捕了他 因为伪造数百万美元 他将面临多年监禁 但在同年9月维克多在天传奇一笔 他成功从曼哈顿号称 无法逃脱的联邦居留中心越狱 他用床单做成50英尺长的绳子 用走私进来的钳子剪断铁栏杆 他沿绳子从建筑物侧面滑下 假装成擦窗工人成功逃脱 自信满满的维克多甚至在枕头上 留下便条嘲笑守卫的无能 不幸的是维克多已成声名狼藉的人物 当局投入大量资源再次抓捕他 在越狱不到一个月后便被再次逮捕 这次他无处可逃 被判在阿卡特拉兹岛服刑20年 这是最严密的监狱 然而判刑实用的名字并不是维克多 而是罗伯特 在监狱内维克多的生活非常艰苦 经常向守卫抱怨身体不适 但他们认为他在装病 然而这次他没有撒谎 1947年3月11日维克多因肺炎去世 在他的死亡证明上 职业一栏写着学徒推销员 这对这位世纪大骗子来说是个低调的描述 关注老牛 下期再见